還要來關心的是 桃園市議員王浩宇的罷免案 在昨天下午結束了投票 而這次的罷免門檻是八萬一千九百四十票 同意票數 必須要多於不同意的票數 才算是罷免成功 而依照桃園市選委會公佈的票數 同意票有八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張 確定跨過了罷免的門檻 我們等一下開票 桃園市議員王浩宇的罷免案 投票結束 各個投開票所陸續開票 中立選舉人總數有三十二萬七千七百五十八人 這次如果要成功罷免 必須達到八萬一千九百四十票的門檻 而且同意票數 必須多於不同意票數 罷免王浩宇的發起人唐平榮 也到現場投票 對投票情況保持樂觀態度 我們的天氣是非常非常好的 風和日麗的天氣 投票率是基本上是還蠻穩定的 各個投開票所在投票時間都有民眾陸續前往投票 王浩宇的服務處依舊鐵門關緊緊 面對罷免案態度低調 而王浩宇會變成罷免對象 就是因為爭議事件 一裝接著一裝 桃園市選委會公佈了最新票數 同意票數確定跨過八萬一千九百四十票的罷免門檻 中立區的選民已經用選票決定了王浩宇的最終去留 華日新聞李宏傑無權由黃平軒羅勒允選手前 桃園報導 《倫散外公園》 在並認可維然市位 Punk국 我們希望 Cab名詞 TON谷本